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应该能拿到房子了 我老公是个非常非常有时间观念的人 发展双缩下午5点东交房 可是我老公他会提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到 那本来今天是我去他公司 然后我们一起去的 他就嫌我出门有点晚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只有开车自己去了 我们在新房间里见 昨天晚上我们拿到了新家的钥匙 那因为时间太晚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没有录视频 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过来 就准备录一下视频 那大家随我一起来参观我们的新家吧 Let's go 这个呢是我们家房子的外边 我们升级了草皮 这是我们邻居家 是开发商给的标配呢 是这个黄色的草皮 但是我们不喜欢黄色的就把它升级了 这个草皮是做过升级的 然后这个呢是外边的车道 我们做了加宽加长 这样子的话我们 这个车道应该可以停 15、6辆车这样子吧 所以以后来我们家玩就不怕没地方停车了 从这个大门进来以后呢 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楼梯 是铁翼的扶手 我非常喜欢很有现代感的感觉 然后呢上面是一个吊灯 在我的右手边呢 这是一个密点楼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单里楼 我非常喜欢 这上面的这个吊顶 它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吊灯也是我很喜欢的 感觉简单 好然后我们看到我的左手边呢 这边呢是我们车库的门 我们是双车库的 里面可以停放两辆车 我们家一共有四辆车 所以呢两辆车停在里面 还有两辆车就停在外面 那门口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简单的衣帽间 就是每天我们回家以后呢 可以把衣服挂在这个架子上 然后呢这边可以换鞋子进房间 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我非常喜欢这个洗衣房 每天我们回来以后呢 我可以把我们在外面穿过的衣服 直接扔在洗衣房里去 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然后进来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半个洗手间 我们可以在这边洗手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清洁 才进到房间 这上给我们的交配是洗衣房 还有四个洗手间的地板 全是瓷砖的 然后呢 Media Room是地毯 四个房间的卧室也是地毯 我觉得我不喜欢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升级 所以我们一楼呢 就全部都铺了木地板 好 这边是我们家的厨房了 炉具呢 是开发商给我们标配的 洗碗机也是标配的 然后这个是烤箱 这个是微波楼 这个都是这些 这几样家电都是开发商给我们的标配 他给我们的标配呢 是有一个微波炉 然后下面带一个小小的一个抽烟机 那我觉得那个抽力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把这里做了一个升级 然后我们就安装了一个抽烟机 现在他没有把灯装起来 所以我看到你不是那么的漂亮 他说明天过来帮我们把灯装起来 然后我们还做了升级的就是这个洗碗槽 这个水槽 之前发展商给我们的这个槽呢 是中间有一个槽的 是双槽的 我们做了升级 把这个双槽呢 就改成了单槽 所以说这个也是做了升级的 然后这边呢 就我们准备摆一个小型的圆形的餐桌 然后就是每天早餐我们会在这边吃 然后可以往的院子里的院景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family room 我老公说这边会把一个桌球 然后这边放一个长型的沙发 这个是我们家的平方商 给我们标配的 在那里面呢 看上去呢像是木头 其实呢是石头做成的 它用的是电不是燃气的 那我们朝这边走呢 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了 主卧室是长方形的 然后我们准备把这边放上一个床 这边是放床 这边呢我想把它放一个双人的沙发 这边是茶几 这样子 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卫生间 是有两个洗酒盆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主卧洗手间呢是有淋浴 还有浴缸是分离的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储物室 这个是我们的主卧卫生间的衣帽间 这个是标配的 我们准备搬自满之后呢 再请设计boss来帮我们设计一下 我们从这边重来 那我们从这边上二楼 这个二楼的这个楼梯呢 是开发商给我们标配的 把这个二楼所有的地板 我们全部把它装机做到的木地板 这个是一个房间 也是床方形的很长 两个窗后 这个里面是带独立的卫生间的 还有浴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也是开发商给我们的标配 我没有做升级这个部分 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这边是两个房间 那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两个房间 这个房间 比较大一点 我们准备 以后把这边 这边放两张小床 这边放一张大床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家亲戚他们带小孩子的话 可以睡在这个房间里 洗手间 这个房间呢 我准备做我的健身房 以后我可以在这边健身 做瑜伽 我们从二楼往下来 这个视线还是很好的 看着很漂亮 以后我会把这个二楼这边走 能让全放完我的公仔呀 娃娃 我把它全放上 这个是我们大门的样子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